为什么好多朋友都觉得传统武术的很多东西不切合实际呢 因为太多人把它神化了 像刚刚我和助教黄教练演示的 就是利用重心的不同 把对方摔倒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摔跤过程中 这些动作是非常常见的 利用我的重心比对方的重心低 然后整个身体翻转的力量把对方拉过去 实际上呢 在内压全身的发放也是这个道理 例如我们两个人双手相搭 双手相搭的这种情况 右腿在前 那么例如我们在经常所说的搭手放人 例如劈拳放人也是 大家看上去以为是两个手臂在做斗争 对方顶住 那么你一般你两个手臂做斗争 力量都是直线上 谁也发不出去谁 正在全谱中叫做顶劲 实际上呢 按照我们正确的站桩 包括行拳 像行翼拳要求站桩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用 比较明显的用吸打的方式 其实就是我们的重心 其实不在身上了 为什么让你气沉丹田 用吸稍微的一攻 整个体重就能发过去 这是用吸打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胯打 一般人站桩练到胯了 可以用胯打 胯一涌就打出去 甚至呢 是用脚打 实际上这都是利用了重心 脚往前顶住 脚往前不钻不翻 一寸雷先嘛 脚一弄 力量都能够打出去 实际上这都是利用了 我们用重心从斜 60度 45度 15度左右 把对方的力量给打出去 实际上都和我们刚刚所演示的 像摔跤当中 摔跤当中降低重心 把对方摔过去的这些动作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的 加微信实用行义的拼音 看看九元体验课 了解我们体系 传统武术其实很科学 不神秘化 很容易快速地练出功夫 欢迎没有出功力 或者想提高功夫的朋友 了解我们的训练体系